在晴朗的夜晚仰望星空 满天繁星总能让我们感慨 人生的短暂和宇宙的辽阔深邃 遥远的深空存在着数不清的星体 自宇宙大爆炸以来 空间中就不断产生天体 散落在各个角落 地球也是其中之一 在人类的认知中万物都有始有终 那么宇宙也是同样如此吗 现代物理学告诉我们 宇宙起源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 在宇宙大爆炸之前 宇宙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的宇宙也会灭亡吗 对此牛津大学数学家坚 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爵士认为 我们的宇宙并不是唯一的宇宙 在此之前还有无数个宇宙 也就是说宇宙实际上正在循环 科学就是在推翻中前进早在100多年前 物理学界普遍认为宇宙是静止的 即没有开始的起点 也没有结束的终点 它一直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该理论得到了广泛认同 连爱因斯坦也不例外 在广义相对论中 爱因斯坦推导出了著名的重力场方程 但在最初的方程中 宇宙整体在随着动态的时间变化 向内挤压或向外膨胀 这显然不符合当时的认知 于是为了使宇宙静止 爱因斯坦在方程中加入了宇宙学常数 但就在次年著名的天文学家 哈勃在持续观测核外星系时发现 大多数的星系都在光谱中 展现了像红端偏移的特征 这表明那些星系都在远离我们 且距离越远 速度越快 如果我们回溯这些星系的运动轨迹 就会发现在过去的某一刻 宇宙中的所有物质都交汇在了一起 经过大量的观测与计算 科学家得出空间中的所有物质和能量 都在138亿年前交汇于一个极小浓缩体 它的体积无限小 密度却无限大 有一个我们熟知的名字 起点起点的温度和质量也达到无穷 在高温高压下就诞生了宇宙中最绚丽的烟火 宇宙大爆炸 这就是宇宙的开端 但开端之前是什么 在宇宙不断膨胀的趋势下 宇宙最后又会走向何处 宇宙有起点就必然也有终点 空间中的能量有限 当能量消耗完后 宇宙就不会继续膨胀 此时科学家提出了两种观点 大撕裂和大收缩 宇宙中有许多耀眼的天体和星系 但那并不是宇宙的主要组成部分 占据了宇宙大部分质量的 其实是我们看不见的暗物质 有些研究表明宇宙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膨胀 这意味着暗物质的密度可能也在不断增加 当暗物质的密度达到预值时 它就会战胜宇宙中四种基本作用力 将宇宙间的所有物质全部撕裂 大收缩则认为当宇宙膨胀到一定极限时 向外扩张的能量会小于向内收缩的引力 宇宙宇宙膨胀的过程被颠倒了过来 宇宙在引力的影响下开始不断向内收缩 最后将一切物质重新汇聚成一个点 彭罗斯没有认同以上两种主流学说 2020年年近90的罗杰 彭罗斯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奖不久后他发表了一篇名为 维波浮射中存在或经典的明显证据的论文 他在论文中提出明确的提出 他认为宇宙的确是由大爆炸而来 但这种大爆炸不止一次而是在不断循环的 并且每一次的诞生与死亡都和黑洞有关 我们在上文中提到过宇宙起源于起点 其实彭罗斯也这样认为 只不过起点是黑洞中的起点 黑洞的本质就是一个拥有超高质量的起点 大质量恒星晚年坍缩时会形成超新星 超新星爆发后会诞生密度极大的中子星 或是直接成为幽灵般的黑洞 宇宙中有数不清的黑洞 它们或是处于休眠状态 或是在吞噬周围的一切物质 当两个黑洞靠近时 就会形成更大的黑洞 彭罗斯认为宇宙中的所有物质最后都会被黑洞吞噬 无论黑洞吞噬了多少物质 黑洞深处的起点都不会变大 永远只有一个点的大小 只有质量和密度在不断增加 当起点的质量和密度达到极限时 就会发生大爆炸 将曾经吞噬的物质抛洒向太空 这些逃离的物质互相作用 冷却凝结成一个个新的恒星和天体 开启新一轮的宇宙循环 这并非伟大物理学家的疯狂猜想 而是有实质性证据的支持 彭罗斯在宇宙中发现了30个温暖的天空点 为了纪念史蒂芬 霍金 他将这些点称为霍金点 2018年 彭罗斯指出宇宙微波背景中的浮尸热点 可能由蒸发的黑洞产生 此前霍金也出 黑洞会泄露宇宙辐射并最终被蒸发 彭罗斯从图朗克卫星的宇宙微波 背景辐射中找到了30个霍金点 通过对霍金点的研究 他发现这些物质都携带了 宇宙大撕裂时代留下的信息 在彭罗斯的描述中 可以了解到这些霍金点 是上一个宇宙发生爆炸时 超大质量黑洞蒸发后的结果 数据显示那些黑洞的直径 都大于月球直径的八倍 且每一个黑洞都拥有难以想象的质量 对此 彭罗斯认为黑洞就像宇宙信息的记录者 这些霍金点的数据各不相同 说明宇宙不止发生过一次大爆炸霍大撕裂 它们应该是一种共性循环的状态 显然我们目前没有能力 直接证明彭罗斯的猜想 在茫茫的宇宙中 人类的力量过于渺小 但只要我们在探索的旅程中 多踏出一步 对人类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